我想陳其邁代表民進黨來拆選八月十五號的高雄市長補選 應該是毫無懸念 也是全黨的共識 那我相信也是第一 高雄市的不管是這個民意代表 或是說像現在天林市黨部的主委 我想都是一致的共識 就是希望這個陳其邁再回來參選高雄市長的補選 那其實上次意外落選 其實大家也覺得有點訝異 那其實那時候陳其邁也準備了很多的政見 他有很多的理想跟報復想要在高雄市實現 那我們在二零一八落選 那所以這次補選是一次很好的機會 就是讓陳其邁把過去他想要對高雄做的事情 而且這個我想這些藍圖他都有了 所以他不用說再從頭開始 這些藍圖就是他那時候競選的時候 他有一些政策政見 再加上說他以前曾經代理過高雄市市長 而且他在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對高雄事務也相當的熟悉 而且也常常輕力輕微下去高雄 我想他來代表民進黨來參選高雄市市長的補選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想這一個他展現出他這個決心 而且一定要這個在這場戰役選擁 我想對陳其邁來講是一個非常大對他來講是一個決心 而且我相信他有這一個信心能夠在市長補選能夠勝選 所以民進黨我覺得是比較單純 國民黨早是這個就是到目前為止 還那個人選還不知道是誰 那所以就國民黨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如果知道說韓國瑜在這次的罷免案當中 其實被罷免的機會相當的高 他們其實就應該早一點 比如說他們認為誰有這個機會 提早佈局 那這個市長人選這個戶籍就先簽好 那不然就是要在地的 不管你是議員也好 或是說立委也好 那在地的立委 他們現在是沒有區域立委 不過有不分區立委 像說現在這個吳宜丁要出來選 可是吳宜丁就是說其實我想大部分的高雄市民 都不知道吳宜丁是誰 我也是說目前知道說有這個人要出來參選 才查了一下資料 原來這個他也是算正二代 而且人家說他是女版的連勝文 就是不論是他的土地 他的房屋 他的股票 他的投資等等 都贏過連勝文 所以他還沒有出場 就是大家就認為說 他是一個女版的連勝文 所以最主要是大家認為說 他對高雄熟悉嗎 對高雄這個地理環境知道嗎 未來高雄的發展要怎麼做 這個我一定都知道嗎 我想大家是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就國民黨來講 高雄市到底要誰要出來 好像到目前為止 這個黨中央也好 或是地方也好 都是一團亂 那時候大家也覺得說韓國瑜突然 他說這一個不打官司 其實我記得上禮拜 大家都認為說 他應該會打官司才對 那他現在不打官司 但是大家又有一種想法說 不打官司 他其實在卡誰呢 他是要卡說 有這個機會要下來 這個參與補選的那些人 你說譬如想朱立倫好了 就是是不是要卡他 或是卡一些國民黨 有可能機會 有可能的人選 來到高雄市來補選 因為畢竟補選 就是一個舞臺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這一招也讓很多人 是來不及把護旗簽下來 所以他必須要在高雄 目前戶籍在高雄的這些在地的人 找一個人出來選 那我也認為國民黨這次的補選 也不應該說確戰 就不推出 就不推出人選 我想張啟成現在說 國民黨是一定會推人 對應該要 也應該要推人 好像據說星期五就會有答案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如果還是跟民眾黨在那邊 眉來眼去的話 那真的就是未來 看起來應該各自 就是引清兵入關 有可能就會被民眾黨吃掉 議員我想要補充問題 我們稍微拉回來 到陳其邁的部分 因為在昨天陳其邁 找了這個在地的議員座談會 我覺得這座談會是非常重要 要幫他去摸索一下 這個在地的動向 因為當初陳其邁會輸給韓國瑜 很多人說他沒有韓國瑜 那麼接地氣 他的語言可能是一些市井小民 比較聽不下去 那韓國瑜他可能有一些庶民的口號 可以那種瞬間那種選舉的煽動力 是比陳其邁強很多 所以他昨天跟這個議員座談會當中 當中有議員就提醒了 就是說現在其實在國民黨內 抨擊陳其邁的聲音是越來越強 但過去大家有事沒事 不會去罵陳其邁嘛 現在看他好像虎視眈眈 好像越來越有那個動作 要來選高雄的時候 在國民黨內包括了在地的議員 或是一些立委 也開始去講陳其邁的一些過往 講他的爸爸怎麼樣 所以我們議員這邊其實要適度的回擊 這一些對陳其邁的攻擊 那麼當然很快的在昨天那個 國民黨有一個這個青中 這個青壯世代出來開了一個記者會 當中就有人提到說 覺得很奇怪 高雄難道一定要陳其邁來選不可嗎 他們有一個說法 說這個陳其邁當初都已經選輸韓國瑜 就是因為民進黨在高雄做的不好 所以陳其邁才會輸 那他都已經輸了 當初支持陳其邁這一些人把韓國瑜罷免掉 再把陳其邁推出來 那民進黨這邊是沒有人了嗎 為什麼是要非陳其邁不可 那如果面對這樣子的攻擊 我們執政黨這邊要怎麼適度來回擊 因為陳其邁現在就是民進黨的市長的候選人 當然國民黨會一直攻擊他 然後這個不管講什麼 就是希望說這個陳其邁在補選的時候 是票能夠少一點 那對國民黨來講 如果按照國民黨的那個邏輯來講 他今天應該派誰都可以贏陳其邁 他也不用擔心說這個找不到人 如果按照他們講的陳其邁真的這麼差的話 找誰出來都可以來都可以打贏陳其邁 可是事情不是這樣子 那當然陳其邁他最近都找了地方的這個民意代表 然後再談其實就是談說 其實未來市長的施政的一些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參考市議員 因為市議員他們可能有一些 他們在基層一些想法 或者說未來因為過去兩年 等於是市府高雄市整個都市政都空戰 所以對這些高雄市的民進黨市議員來講 一定有很多的建設想要去推動 所以在這時候跟陳其邁講 那陳其邁或許他在選舉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些也當作是他政見之一 我想陳其邁他是一個非常老練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所以他跟地方的接軌 也不像國民黨那樣講的說 他不接第七或怎麼樣 其實他來參考或是說 跟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的座談 其實就是吸取他們的一些經驗 那認為說在這次補選當中 有什麼東西大家可以彼此幫忙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我覺得有一個關卡要過 就是說怕投票率太低 對 投票率如果太低的話 我怕說到時候這個票數不會太好看 因為然後國民黨又有七塊的公司 他們又有機會講了 那因為就就高雄市民來講 總統大選選了一次 然後霸函又投票投了一次 那現在八月十五要投票 那所以對高雄市民來講 一年投了三四票 難免會覺得說有一點點累 那所以就民進黨來講的話 真的很希望說八月十五的這個投票率要衝高 然後衝高的話 真的也需要我們在地方的民意代表 大家一時到時撐起來就對了 就是說大家要努力把這個票催出來 所以這個得票數對於陳其邁 對於民進黨在高雄市來講 我覺得就是必須選一定是要選贏 但是這個票數也希望能夠衝高一點